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维新电视 4月13日 星期六晚间7点30分 播出的维新周报 我是洪玉璋 一同关心本周禅吉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 创教宗主混元禅师 在台湾南投八卦山 建设易经风水教育重地 包含维新圣教学院 以及维新圣教总团八卦圣城 在八卦圣城中 宗主规划多年的维新大礼堂 于4月7日签订工程采购契约书 5月正式开工 2026年落成 请进入以下的报道 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 八卦圣城维新大礼堂 新建工程 7日于台中道场六楼交信厅举行签约仪式 由富翔营造公司 承栏土木工程新建 将于签约后三年时间内竣工 并进行内装工程后启用 维新大礼堂建设委员黄顺才董事长 林文斗董事长 林文斗董事长 丁玉权董事长 袁艺法师 张苍明院长 邱惠平设计总监 及秘书长袁道法师 财务长袁德法师 袁新主任 袁方董事等等 众多嘉宾接出席官礼 维新大礼堂是由 维新圣教宗族混元禅师 指导规划设计 为多功能用途的礼堂 完工启用后 将成为维新圣教 举办各项大型活动 以及国际宗教学术会议等之场地 宗族混元禅师 誓词开示大家 用心来建设大礼堂 今天好日子 我们维新大礼堂 这建设签约手续 这个程序 我们很高兴的 能够在今天城市 维新大礼堂 是维新圣教的指标 也是台湾 这一条大法船 台湾的指标 中华民国的指标 所以我们会拖了那么久 将近两年的时间 我每天吹规划院张院长 他来主导我一直在吹他 邱卫平设计师 也一起在谈与 疲以不命 联合建筑师 结构技师 估算师 都在一起的努力 要完成台湾 要完成台湾 对世界的代表 也由维新圣教来代表 台湾 这一条大法船 载着道 迈向国际 所以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有人问我说 师傅 这个盖起来每年都要花的光水电费 管理费就很重了 能够成吗 开始盖很简单 管理是一辈子的事情 所以也因为这样 我们要很慎重 才请我们建设委员 大家来参与这个建设的过程 我们委员这个建设 在今天建设以后 我们委员长院长 邱卫平 和这一个我们的所长 以及所有的所有的 所有的我们的建设委员 大家用心 都不要只用火 用火讲讲 那也不对 所以你们的都是事业家 比我还清楚 至于钱的事情 不要烦恼 我都有准备了 建设公司老板 你也尽心地来帮忙 一起帮忙 合作 努力来完成台湾 这个 八卦船 大卦船 的建设 富翔营造 洪董事长 也谦逊地表示 会以行动来报答 尽心来完成此工程 各建设委员 及管理来宾 董事 都纷纷祝福 工程平安和谐 顺利圆满 随即在 与会委员 董事 来宾 管理下 由宗主混元禅师 与富翔营造 洪董事长 代表双方 签约用意 在与会来宾的热烈掌声中 签约仪式 圆满完成 全体与会人士 何颖留念 维新大礼堂 将正式兴建 祈愿王禅老祖 加持护佑 工程顺利 人员平安 大礼堂顺利完工 维新电视 台中道场报道 台湾新宗教 维新圣教 易经风水 结合宗教信仰的特色 激发国际学者 深度研究 2018年1月5日 澳洲国立大学 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主任 Professor Penny Benjamin 首次参访 维新圣教 并于当年10月1日 再度来谈 向宗主请法 与国际中务发展中心 原新主任等多位贤士 承担翻译 鬼谷先师天德经的法务 多年来 持续关注 并参与维新圣教相关研究 2024年4月5日 Professor Penny Benjamin 再度参访 总本山先佛寺 由原新主任引领 了解天坛 古百罗和如来源等 多处残疑景点的内在精神 和历史渊源 鬼谷先师天德经英文版的翻译者 澳洲国立大学 继澳洲华人世界研究中心 班杰明 陪宁教授来台 三日在国际中务发展中心 原新主任陪同下 至总本山先佛寺天坛 拜会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 向宗主表达 欲了解风水地理的学说 将之引用 包含在其专书之中的构想 并由原新主任导览参观 先佛寺各重要的风水景观布局 了解维新圣教 在易经风水学上的实践运用 十日 原新主任再次陪同裴宁教授 进一步深入研究 先佛寺地理学位 由原权法师 袁荣组长介绍 李俊佩经理翻译 裴宁教授询问天坛门口 左右两侧的景观 是人为造景或是自然生成 原新主任为其解答是天然景观 并指出右侧的大石形如浮虎 而在风水中浮虎 极意味着不伤人 接着参观于秉升年端午设立的 世界和平消灾化节大天尊悲鸣制 了解维新圣教唤醒世人觉醒 唤醒良心 为世间消灾化节的作为 继续来到如来源五百罗汉 参观唐朝的大佛雕像 以及宗主亲自规划布置的五百罗汉雕像 见识科名于此地的大罗盘和相对应于罗盘上新宿位置的天然岩石景致 一路参观其龙观音的穴位奇妙 葫芦池收纳水神的布局 弥陀讲堂前礼要龙门盘古存机和其左侧相应右方高耸局面所设立的中塔布局 原权法师于仙佛寺各盘古存机 一一地进行深入的介绍 在详细的讲解之下 裴教授有了充分的理解 原新主任也陪同裴宁教授拜会易经大学原贤教务处长 代表接待会谈 期待双方未来在学术研究上有更进一步的合作 裴宁教授此行也受邀到维新电视台 参与维新英语周报的录制 担任一周主播 增添维新英语周报的风采 另外也参与64卦英译的会议 其能溢出更贴切的内容 让大众更了解意经卦意 维新记者陈玉美 从本山仙佛寺报导 稍后片刻 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以下了解维新圣教台南道场 3月29日召开水陆法会所属法务筹备会议的过程 禅基山维新圣教台南道场 3月29日晚上8点 由住持原姓法师召开干部会议 研议假成年水陆法会互谈法务 进行调配协调人员车辆 原姓法师于会中说明 此次台南道场负责净土谈法务护持 并不达互谈的时间及配合事项 而其中最伤脑筋是游览车的调配 碍于现今法规问题 让游览车调派时间难以周全 年姓法师请同修们能够体谅此情况 也感谢大家全力配合圆满任务 会中也将互谈法务工作一一分配并说明 各干部也集思广义 纷纷提出相关配合之法 并表示将会全力以赴 互持水陆法会圆满 会议讨论热烈圆满结束 维新记者颜诚如台南道场报导 未在竹北的一星道场 4月6日举办合遂消灾祈福法会 期盼民养两届解冤世节 消灾化节 道场辖内安定 台湾与世界平安 请进入以下的画面 禅基山维新盛交一星道场 6日举办合遂消灾祈福法会 由维新圣教范辈学院元蒙法师 带领诵经师生谈法仪 一星道场助持元贤法师 带领和会贤士同修大众 一星奉请玉皇大帝 王禅老祖 要使流离光如来 及诸天圣神佛菩萨等 慈悲光将法会谈成 为和会同修加持见证 诚心忏悔 与素世累劫以来 无名伤害之 冤亲债主解冤世节 化解冤愁 得能同修大道 同胜菩提 一星道场同修们 以虔诚之心 素果 斋传 点灯供养 跟随诵亲法师 恭送天德经 药师经等诸金宝 功德回向个人 冤亲债主 礼拜忏悔灭罪 消灾祈福灿文 从心灿起 化解往昔 无名所造罪业 于今罪 业力献钱果报 而至诸事不顺 并魔缠身等等 齐请太岁心君见察 诸佛菩萨 做证明 不再造犯恶业 善业善行助世人 愿能一切苦恶尽消除 前途光明皆平安 大众恭禀文书祈福 祈愿诸佛四福 何遂平安 大事化小小化无 宋经法师以甘露诗时 普师普共养法会上 听经文法诸灵 仰仗诸佛 与王禅老祖慈悲微得力 皆众生及时之苦 来时机去时宝 皆得圆满 维新记者陈志宏 一新道场报道 农历三月三日是宣元皇帝圣诞日 维新圣教各地分四道场 举行公祝宣元皇帝祖圣诞法会 请进入以下的画面参与 十一日是农历三月初三 是中华三组织 人文十祖宣元皇帝祖的圣诞日 维新圣教各分四道场 皆依法仪 香花果篆 寿桃寿面供养 以宗教法仪 公祝宣元皇帝祖天尊 圣寿吴江 服录中华子孙世代名言 各道场助持法师 率领和会贤士同修众等 焚香上柄 恭送诸金 摘传法宴供养 以最诚挚的心意 敬祝中华文明始祖兽诞 也祈求中华先祖 护佑中华民族 首牵手新联心 天下太平 世界和平 皇帝祖天尊 于五千年前 结束部落时代 开始建立国家 为中华民族 开创五千年的文明历史 五千年间 虽风风雨雨 恩怨情仇不断 战争不休的黑暗 但中华民族蓬勃发展 子孙亿万流传 全球五大洲 也是四大古文明中 唯一星火相传 文明绵延的古国 时至今日 鬼谷先师将凡臣 与唯新圣教宗主混元 禅师天人合一 为化解中华民族 五千年来的历史恩怨情仇 承担天下太平之重镇 转世界和平之大愿力 以宗教法仪 行消灾化节之天命 带领同修弟子 一步一脚印 持续弘法行道 成果丰硕 为愿宣援皇帝主天尊慈悲 护佑中华子子孙孙 化解干戈习战争 两岸兄弟一家亲 共创世界真和平 维新电视综合报导 禅吉山维新圣教桃源道场 2016年成立至今已满八年 为庆祝道场成立 以及感谢佛恩 于4月7日举办 周年祈安消灾法会 请进入以下的画面 禅吉山维新圣教桃源道场 7日起见8周年祈安消灾法会 由维新圣教泛拜学院 诵经法师生坛 桃源道场助辞圆蓬法师 带领贤士同修 千诚奉请王禅老祖师尊 及诸佛菩萨光匠谈成 受纳供养 法会由诵经法师引领和会大众 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 王禅老祖玄真经 及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等 朱金宝 法言供养朱佛圣神 及法会谈上听经文法 十方法界朱灵 桃源道场贤士同修 在助词员彭法师 号召带领下 一同护持法会 担任法工 举凡谈成布置 香花果篆 熟食摘菜等 都一一分工 齐心协力合作来完成 法会在下午进行甘露诗时 由犯拜法师 陈佛菩萨威德利 一例三千普斯普共诸众生 愿皆得宝石 来时鸡去时宝 法会庄严圆满 最后元彭法师 邀请诵经师 及同修大众 一同庆贺道场周年庆 切蛋糕与大家分享喜悦 并大合照纪念 法会书胜圆满 维新记者 刘炳成 曾彩玲 桃源道场报导 残疾山维新圣教新发道场 4月7日举办庆祝成立周年 继安地基主邻齐安法会 请进入以下的报道 残疾山维新圣教新发道场 7日起见两周年 继安地基主邻齐安法会 离请借德高僧声谈法仪 新发道场住持原判讲师 率领和会同修大众 虔诚一心 凤卿玉皇大帝 王禅老祖 及诸天圣神佛菩萨等 慈悲光将法会谈成 受纳贤士同修 善信大德供养 照请道场辖内三界万灵 前来听经文法 同修菩提大道 受纳供养 道场贤士同修们 都发心来护持法会 尽心尽力 置办各项法会所需资据 协助谈成布设 摘菜树撰制备 以及普桌贡品铺设等等 以欢喜心来迎接 道场的周年法会 祈愿此年轻的新道场 能在台湾南部 道业鸿发 广传易经风水诸妙法 福佑乡礼 利益一切众生 大众跟随戒德法师 李灿八十八佛 鸿明宝灿 恭送天德经 王禅老祖真经 普门品 及佛说阿弥陀经等经宝 以经中妙法奥义 供养法会坛中 连位上株灵 一切功德 进阶回向株灵 并愿众生皆能 心开意解 得悟大道 往生净土 修行成佛 法会于下午 由戒德僧众 进行甘露诗时 法师成佛菩萨 威德利 将道场同修大众 供养之 普桌诸贡 一粒话三千 甘露普师 普共养法会 坛上 听经文法诸林 及道场 辖内有缘之 十方法界诸众生 借其 基石之苦恶 皆得保时 法会 庄严圆满 维新记者 游慧林 吴云珍 新发道场报导 稍后片刻 马上回到 维新周报 以下关心 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 在农历初一十五 举办的 受忘法会 重点过程 禅之山 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九日举行 受忘日 齐安消灾法会 以宗教法 遗诵经理灿 功德回向 请诸佛菩萨 圣神 慈悲 护佑 侠内众生平安 加持点灯信众 元神光强 与会大众 福会增长 受忘法会 是维新圣教各道场 于农历 每个月初一 十五 例行的法会 受忘日 在华夏民族信仰中 是天神下凡 视察人间的日子 而在佛教中 受忘日 为斋戒之日 因此 维新圣教 于每个月受忘 举行 消灾祈福法会 为各地分寺道场 点灯供养佛菩萨 圣神之信众大德 诵经祈福 也为安抚 超度 辖内法界众生 祈求辖内 名阳皆平安 此法会 除了维新弟子同修 应尽量参与 共同为国修道 为民祈福外 也十分欢迎 乡礼亲朋好友 共同来参加 诵经祈福 为自己 为亲朋 为乡礼 为社会 为国家 也为天下 祈求太平 祈求天温天灾永息 祈求五谷风登 无饥饿 维新记者 吴丽花 黄福健 吴云珍 综合报道 接续本周 议文讯息 以下跟随 维新电视 艺术大道节目的 摄影镜头 引领大家欣赏 张真芳 温馨的地船摄影展 维新电视 艺术大道节目 带领观众 走入美好的世间 传递 真善美的艺术 抚慰心灵 艺术大道节目 制作小组 于4月3日 走访园林演艺厅 拍摄 温馨的传递 张真芳摄影展 将张老师 15年来的摄影作品 呈现给观众朋友们 张真芳老师 从事教职 30余年 在退休后 开始学习摄影 用镜头捕捉 世间瞬息的永恒 记录真善美 她同时也是 益京大学 原生法师的夫人 原生师娘 这次在 园林演艺厅的展出 将其15年来的 60幅摄影作品 原汁原味的呈现 让观赏者 体会每张相片的温度 张老师表示 她特别喜欢 原汁原味 因此这60幅作品 都没有经过后制 真实地展出 希望能够让观众 进入到那个情境中 然后去感受 影像后面的温度 她说 因为我喜欢 真善美的人生 我喜欢真 如果经过后制 我觉得那就不真了 展出作品中 大部分为人文影像 张老师学摄影 一开始先接触自然生态 后来才改拍人文 这次也是她的个人首展 维新电视艺术大道 引领观众朋友们 赏西展出作品的 温馨时刻 例如韩仪弄孙 除了感受画面中 祖孙之间纯粹的快乐 也能感受到拍摄者 期待生格祖母 有孙可乐的心情 每一幅作品 在张老师的亲自解说下 感受其中滋味 各不相同的美妙 欢迎锁定 维新电视艺术大道 带您进入人间美好 现在让我们一同欣赏 八十老翁混元禅师 五百罗汉尊者 龙行如意莫保书道展 五百罗汉尊者 八十幅 六百罗汉尊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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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